你这个水就应该免费送给别人喝 一年妥妥的赚个100个W 那我还赚什么钱 这个你不懂了 有三兄弟同样做你这个送水的生意 但是用不同三种方法 老三赚的盆满钵满 比如说我们先说老大吧 老大做的送水的生意他怎么做的 他就说 哪家哪户进我的桶装水三四桶 可以送你一个高端饮水机 你们是不是这么做的 就是这么做的 那这个是1.0的玩法 就是卖的是水的本身产品的价值 这种方法的话 想赚大钱有点难 那老二呢 他也看到老大在做这个桶装生意 他也做了这个生意 他呢 桶装水不收钱 也不送饮水机 他怎么做 他说 来 只要你给我交888块钱的押金 我一年给你送56桶水 每个月送两次 每次送两桶 送一年 然后在888呢 到年底配我800块钱就行了 你看啊 用户觉得 88块钱 可以喝一年的水 是不是 大家都挺开心的吧 你觉得老二赚到钱了吗 这几百万利息都不少了是吧 你明白了是吧 这里用户可能有几千家 每个人给他800块钱 他就有几百万了 对吧 那拿着几百万去干别的生意 是吧 当然这个要有控制力 是吧 赚利息 或者说投资一些稳赚不赔的生意 那老二玩的是什么 老二玩的是现金流的生意 你能不能说 你再听听那个吧 老三吧 最赚钱的 老三呢 他一上来 这个桶装水 他也不收押金 也不送人家饮水机 他就说 这个水免费喝 也不要什么押金了 那是不是老三的生意会更好 然后这里几千户 都在老三这里浸这个水 那老三怎么赚钱呢 他在每个桶上面 就这个桶上面 打广告 告诉那个水果店 卖牛奶的 还有各个公司 或者一些大公司 那上面把广告打满 那么用户在喝水的时候呢 接一杯水 看一次这个广告 就跟电梯里一样的 接一杯水 就看一次这个广告 所以老三赚的是什么钱 广告费 广告费 对的 桶梅界 一桶水的桶梅界 所以老三赚的钱 远远要比老二老大要多得多 但是这个考量的是什么 你有一定的资源 能够有庞大的客户群体 就像刚才那个说的什么 电视是吧 人买电视很便宜 但是电视里面都是广告 对不对 现在生死人愿意看电视 愿意看电视了 电视都卖不出去了 所以我再给你翻译一下 打败你们桶装水行业的 其实不是桶装水的老板 而是谁 广告官司 对对 你这个脑袋不做大生意可惜了 那你看 1.0卖的是桶的本身的价值 2.0玩的是现金流 3.0玩的是广告业 你如果你做这个生意 再重新做一遍的话 你会选择几点0 3.0赚钱还是轻生的 毕竟我们这个是利息活的 3.0是吧 镜头前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也在做这个桶装水生意 你会玩1.0还是2.0还是3.0 评论区告诉我 我看看有没有超高认知的老板 因为我们永远赚不到任资以外的钱 是吧 这个桶装水 要不然免费给我搬鸡桶 可以 大钱 有这么重啊